那有故事 妈妈就先开始说故事了 我只能赢 我只能赢 她为什么只能赢 然后可能 对啊 然后可能做什么事情只有赢的 然后这种事 只有我能赢 这个是什么 我一开始我以为她是骆驼 你以为她是长领路 我以为她是骆驼 结果小朋友你们觉得她是什么 多翻几页 你们来看看她是什么动物好不好 只有我能赢 文克里斯蒂安琼斯图 玛丽莎莫雷亚 翻译的是吴雨涵老师 有人说是羊驼 羊驼就是草迷马 羊驼 由东语文化发行的 主要跟大家谈的是忍受挫折的能力 还有情绪管理 对啊 情绪管理 是什么呢 开始说故事了 今天我们的主角 她好花俏哦 你看她上半身好长腿还蛮小的 我觉得她看起来就像长颈鹿 她看起来真的有点像长颈鹿 但是我想她应该不是长颈鹿 因为她是Q猫 Q猫 对啊 哪有Q猫的长颈鹿 这样会跌倒啦 你好危险哦 对啊 我有看过Q猫的长颈鹿啊 西亚她超级喜欢星期五哦 星期五是明天 因为这样放假 对因为这样放假 我也很喜欢 我讨厌礼拜五 你讨厌礼拜五 我们礼拜五安心班有英文课 哦 那现在也没有差啦 现在也没有上 对啊 可是你们安心班说下礼拜要开始先上上课 好 继续 好 她超喜欢星期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喜欢星期五呢 原因是虾米呢 原因都不了 嗯 好像是这样哦 因为啊 她 她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那个俱乐部叫做来玩吧 哇 来玩吧 很简单 很清楚的名称 意思就叫大家一起玩 对 俱乐部 那是一个俱乐部 来玩吧 俱乐部的聚会时间 就是在星期五哦 露西她同时是俱乐部的创办人和会长 你知道创办人是什么吗 就是举办那个俱乐部的创办人 对 那会长呢 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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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里面的 比如说类似班长的东西 哦 类似班长 比如说管理大家的 大王 大王 俱乐部里的大王 对 她就是大王 不过呢 这个星期五的情况跟其他几个星期五好像不太一样 她好像不高兴了 你看 露西亚 她平常 她刚刚不是还那样吗 扭着屁股进来的 你看她人都歪了 有点 不过担心她是不是脊椎侧弯 是地震吗 我觉得她可能是脊椎侧弯 然后正常人可以弯成这样 对 她怎么办到 你不要不要这样做 这怎么办到的呢 不符合人体工学啊 今天不寻常什么呢 俱乐部外面啊 居然插着一块告示牌 谁 谁没经过我俱乐部的大王 不是 俱乐部的会长的同意 在我的俱乐部前面插一个告示牌 告示牌上面写什么 你要不要过来看 我看 他写什么 你的呼拉松不要敲到机器哦 他写 尽力就好 享受游戏过程等游戏结束后 笑人家握手 玩笑和握个手吧 对呀 我们要享受游戏的过程啊 你不要老是想说 我一定要赢 或者是我会不会输 你要享受游戏 这不是我画的 这是他画的 你要享受这个游戏啊 那么在意输赢 那就不好玩了嘛 你只要输了这件事情 就变成破局了 就不好玩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 谁要跟你玩 那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是跟你玩的人 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输 对呀 因为总只能有一个人赢家嘛 好 那每一个跟你玩的人都只能输 对呀 那有什么乐趣呢 不要太看重输赢 看重的是大家聚在一起 你看可以聚在 我们现在都不能聚在一起了 能够聚在一起玩 就是一个福气了 现在这个 大家居家防疫的时间 你想想看 可以聚在一起玩 是多么奢侈 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结果呢 这个我们的大王 从来都不在乎这些 他只在乎输赢吗 真的 你看他嘴一歪 眼睛呢 一飘 就不高兴了 他心里想 哼 真好笑 我又没有同意放这块牌子 对呀 我又没有同意放这块牌子 谁可以忤逆我这个大王 其实啊 露西亚几乎是什么都会的 什么都会的人 我们可以称他作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 他又连我们的数学国语都会吗 可能会哦 因为他说他什么都会啊 也有可能啊 国外的小孩有选修课 可以自己多选择一两种的语言 像很多那个美语系的啊 英语系的 他可能会再选个什么西班牙语啊 那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选个日文啊 以前呢 对啊 日文 日本的这个商业 在全球的商业地位很高 那个时候 那很多人的第二外国语 好 芬兰 小比桑去芬兰吗 对 他要去见圣诞老公公 他要学芬兰语 那你要去看NBA 你就要把英文学好啊 不然光是要怎么去都 好 你要watch watch NBA的话 把英文先学好啊 你才可以平平安安安安 全全顺顺利利了 到达那个球场嘛 美国的球场 好 路西亚多才多艺 什么都会 但是啊 他虽然又聪明又厉害 可惜的是 他玩游戏都没有 运动家的风度 他怎么没有运动家的风度 你看 哎呦 只要他一不高兴 他就掀桌子耶 哇 棋盘都翻倒了 七只掉的满地都是 他什么事情让他这么不高兴啊 你看 掀桌子 或者是 比如说他们在玩扑克牌的时候呢 哦 他们应该是在玩 减红点 是不是 减红点 或者是玩扑克牌 这个 然后问大姐 很保笑了 哇 你看乌龟说 我赢了 你看我顺子 一二三四五 我童花顺 你看结果路西亚就不高兴了耶 他把他的牌啊 就这样子啊 你看态度不好 就这样丢到桌子上面去了不开心 而且抽到的牌啊 看来是没有办法赢乌龟弟弟的时候 他就开始啊 先是呢 怀疑自己抽到的牌 哎 你们是不是洗牌洗得不干净 所以我才抽不到我喜欢的 然后再来就是哭 呵呵呵 讨厌我不喜欢输 为什么我会输 好讨厌 又或者 就输了嘛 输了就输啦 又或者你看他就开始举责乌龟了 你是不是作弊 我最讨厌你了 不公平 哇 那结果呢 乌龟就觉得跟你玩真的好没有意思哦 我除了输之外 我只要有其他呢 比较好的成绩 你就这样对我 看吧 要是路西亚输了游戏啊 他就会开始闹脾气了 可是当他赢了的时候 状况就不一样了 这种人最讨厌了 对 爱炫耀对不对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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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 beiden 就假裝客氣的那種 好像也有點讓人家覺得心裡不是很舒服 我們不能就是單純的開開心心的玩嗎 一定要營造這麼多很詭訣的局勢嗎 你看像他贏了他就开始炫耀了 他笑别人 你看刚刚也没人笑他 他就要哇啦哇啦的哭 现在别人输了 心情多多少少会不好的 可人家也没怎样 你看他还翘脚 还翘脚 怎么回事 把脚翘起来 然后指着别人说 你输了你输了 而且他还自己赶快拿奖杯来自拍 耶我赢了 我就是这么的聪明 我就这么的无敌 我是冠军 还摆出像这样的姿势 好烦啊 对有人说你这个是牌品不好 要把他给去除这个俱乐部 但他这个俱乐部的创始人 撕被吃饱了 好对他是会长的 是小妹说的 他还是大王呢 怎么办呢 好讨厌哦 像露西亚这样啊 没有运动家精神的人 当然对这块告示牌感到不满意啦 我不喜欢这样 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要开心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大哭 我想露西亚应该没有朋友 对有一个小朋友说 我想露露物说 我想露西亚应该没有朋友 对啊你这样怎么有办法交到 真心愿意跟你相处的朋友呢 跟你在一起玩很不舒服 他很生气 露西亚把这个告示牌啊 拔了起来之后 还拿着这个告示牌走进去哦 数落他的朋友说 是谁 谁把这一块牌子插在外面呢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哇你看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啊 朋友们都用不太高兴的表情 七只 七只都用这种无奈 又不太高兴 又有一点受不了的表情 看着露西亚 俱乐部里啊一片安静 事实上呢 这个告示牌不是谁 是每一个人 这个告示牌是大家一起做的 因为露西亚 她一直在破坏玩游戏的乐趣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 这样游戏有什么好玩嘛 大家都很害怕她 不敢跟她说真话 所以呢 用这个立一个牌子的方式 来暗示她 明示她 结果呢 她不但没有感觉 还一副就是心诗问罪 跟大家呢 在那里发脾气 大家都觉得 哎 好讨厌哦 露西亚接着啊 还大言不惭的说 你看她还用很这个 严肃严格的口气 来数落大家了 露西亚说 如果有人对我的俱乐部 感到不满 那么就请你离开 如果没有 我们就继续玩游戏吧 哇 你看她很骄傲 姿态很高哦 你们不听我的 不听我的就给我走 听我的人 就可以留下来 我的俱乐部 来玩吧 来玩游戏 啊 我们要跟她作对吗 跟她作对呢 好像呢 就失去了 很开心的星期五的游乐时间呢 除了露西啊 我们其实 其他的人感情也是很好的 跟其他的人玩 也是很高兴嘛 就这样不欢而散 大家也都不喜欢冲突啊 所以呢 好吧 大家就没说什么 随便你 大家继续玩了几场游戏 可是啊 因为气氛已经搞成这样子了嘛 没有人觉得开心了 没有人玩的痛快 没有人觉得好玩 也没有人觉得高兴 包括露西亚 露西亚也觉得今天的气氛好古怪哦 我好像也开心不起来了 又到了星期五啦 所以就是隔了一个星期咯 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了呢 到了星期五 露西亚呢 她带了一款新的游戏来到俱乐部 因为她想说呢 哎 上个礼拜气氛不太好 这个礼拜呢 嗯 这个礼拜 我来带一些新的游戏 来刺激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的时候的气氛吧 结果啊 她一走进这次俱乐部发现 哈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空空的了 没有生意耶 那是新冠肺炎来了 大家都逃回家了 大家都去哪里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没有人 这不是星期五吗 是星期五啊 看看手表 哎 这是星期五啊 怎么回事呢 哎呀 我看啊 我还是回家 找爷爷玩这块游戏好了 你们大家真是莫名其妙 她自言自语的说着 她就回家啦 我干嘛要跟这些小朋友玩呢 我家里还有一个人啊 他会乖乖陪我玩的 就是我爷爷 他不会跟我说不的 哈哈哈哈 她就回家了 好啦 露西亚的爷爷啊 当然很开心 能够跟孙女一起玩嘛 平常孙女到了星期 我就跑掉了 去跟朋友玩了 不跟我这个老人家玩 我好孤单耶 今天的露西亚来跟我玩 那我很开心了 你看 看爷爷手舞足道的 不过今天啊 哎 他们家里变得好奇怪 怎么回事 大家都吃错药了吗 事情跟露西亚想的不太一样 爷爷赢了 以前只要跟露西亚玩 就必须要输 今天啊 跟露西亚玩的爷爷竟然赢了 爷爷赢了第一轮的游戏之后 他就开心的 又开始跳舞了 你看管什么 有什么爷爷 有什么孙女 对不对 我赢了 我赢了 哈哈怎么样 我很厉害吧 我是你的爷爷 叫我爷爷 叫我爷爷 哇爷爷好高兴 对 感谢找你爷爷 好 第一句也就算了 到了第二轮 爷爷又赢了 爷爷又是又唱歌了 爷爷可能 以前是一个嘻哈歌手 他说 yo yo 我是冠军 我是冠军 呦呼呦呼 我是冠军 我是冠军 呦呼呦呼 呦呼呦呼 好好开心哦 你看爷爷都扭动了起来呢 都看不出来 他是平常行动 没有很方便的人 你看平常还 组着拐杖 但他一定还要来 跳一个牛屁股 哇 爷爷好高兴哦 但是你们看看 谁不高兴啊 我 露西亚不高兴啦 露西亚呢 冷眼旁观这个开心的跳战舞的爷爷 露西亚说 爷爷 你这样让人家觉得很讨厌呢 啊 是吗 我让人家觉得很讨厌吗 哦 不管怎么样 我们再来玩第三局吧 他们两个人又继续玩了第三局的扑克牌 露西亚终于轮了第三轮的游戏 但是没有想到 当露西亚终于赢了的时候 爷爷又不一样了 你看 他爷爷的脸为什么是这个形状 他这样长不一样啊 可是他跟露西亚长不一样啊 你看露西亚是圆圆的 还是因为他还小 有可能 他爷爷的这个鼻子这样是尖尖的 小孩可能因为是Q版的 所以还扁扁 Q版小宝宝 你看 他爷爷啊 第三轮游戏输了之后 就站起来拍桌子了 哼 你作弊 不够平 我哪有作弊 我是光明正大的营动 爷爷你要有运动家的风度 你看 我自己就没有 对不对 小朋友 你看 对啊 你看人家是以奇人之道 反之奇人之声的 你现在知道了吧 好了 就这样 不欢而散了 哎呦 哎呦 怎么办呢 爷爷就问他说了 你说我 哪有运动家的风度啊 哎呦 那露西亚 你跟爷爷说说 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 才叫做有运动家的风度呢 你教我吧 露西亚就说啦 哎呦 他一边说 露西亚是个很聪明的小孩嘛 他就知道了啦 爷爷是在暗暗的 在要调整他的心情 他玩游戏的心情 爷爷呢 是故意学他的 他知道啦 露西亚就说了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应该要尽力就好 享受游戏的过程 等游戏结束之后 微笑还有握个手吧 哟 听起来很难做到呢 但是我会试试看的 爷爷回复他 试着呢 藏住脸上的笑意 他脸上有什么笑意啊 因为贼贼的嘛 嘿嘿嘿嘿 露西亚 爷爷举个这个例子 你应该就懂 我想要说什么了吧 好啦 你去睡觉吧 你爸爸呀 在楼上等你呢 嗯 他们两个主孙粮 对 登登登登登 等 结婚咯 露西亚呀 准备睡觉之前 她告诉她爸爸 和爷爷一起玩游戏的事情啊 爷爷刚刚耍赖 我还教爷爷什么是 运动家的精神呢 爸爸你看我不一样咯 哎呀 露西亚就说 爸爸 爷爷刚刚那样 真的很没有礼貌耶 但是爸爸就解释啦 解释给他听 爷爷玩游戏时候的表现啊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没有运动家的风度 嗯 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但是别担心 我有跟爷爷说 应该要怎么做才比较好 他刚不是跟爷爷说吗 要微笑啊 对不对 享受游戏的过程啊 握个手啊 这些不是都是前面 你看 俱乐部的人 立的那个牌子说的嘛 微笑一个笑脸啊 握握手啊 享受游戏的过程 他之前很不屑的那些 对不对 现在他都觉得有道理了 好 那 爸爸又问啦 你跟爷爷说了些什么呢 我跟爷爷说 尽力就好 享受游戏的过程 等游戏结束之后 微笑和握个手 其实真的很简单耶 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之前都不知道 但是我这次啊 跟爷爷说了之后 我们两个握握手 嗯 我觉得好有趣哦 游戏都变得好玩了 哎呀 我的乖女儿 你做的真棒 爸爸紧紧的抱住了路西亚 他觉得很棒哦 如果路西亚真的是像他说的这样的话 那他成长了也改变了 到了第二天 路西亚呢 哎呦 赶快呢 在俱乐部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把他的好麻吉们 他的朋友们通通都叫来了 他要干嘛 他说 我有事情要宣布哦 之前跟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我没有运动家的风度 我真的很抱歉 哇 他竟然有这个跟大家道歉的勇气 这个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对他勇气可佳 因为我觉得要承认自己的不对啊 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要面对自己的错误 因为多多少少会尴尬嘛 会不好意思 会觉得很困窘啊 我们不能就这样 过去了就算了嘛 以后我改就好了 但路西亚她不是这样子的人 她不是这件事情过去就算了 她还要啊 跟大家真的正式的道歉 俱乐部里的朋友们 听了以后都好感动哦 觉得天哪 路西亚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朋友耶 她不但聪明 她不但呢 什么都会 而且她虚心受教 她知错能改 好棒哦 俱乐部里啊 原本是一片安静的 几秒钟之后啊 就抱起了如雷的掌声 大家都开手了 还有欢呼声 哇大家都觉得路西亚你好棒哦 路西亚的朋友呢 面对像这样子啊 知错能改的朋友 而且呢 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大家都原谅她了 而且啊 等不及要跟她一起玩游戏咯 他们在俱乐部里 重新立了一个游戏的规则海报 上面写 尽力就好 对 你就努力的去做 你玩游戏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嘛 你都不尽力 没有认真玩 这样跟你玩的人也觉得很无聊啊 还是要尽力 但是尽力了 就好了 尽力不代表尽力就要成功嘛 还是有可能失败的 每个游戏都只有一个人可以赢的啊 尽力就好 享受游戏的过程 等游戏结束之后 微笑和握个手吧 哇 对 镜与里也很可爱啊 从今以后 每次聚会 我们都要抱持着这样的运动家精神哦 露西亚说 所有的朋友们那也欢呼同意 那么我们开始玩游戏吧 哇 太好了 他们从今以后啊 可以用比较健康 比较轻松的心情 来面对他们玩的每一个游戏了 恭喜恭喜 你们的俱乐部来玩吧 会变得更好玩了 哦 以后呢 在这里玩 不会再有那种情绪上的负担 太棒了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故事 只有我能赢 拜拜 拜拜